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七转梦想秀 最近这段时间 咱们中国的东南沿海不太平 某些人和某些机构又在作妖 对此 咱们中国也是及时的亮剑 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决心和强大的力量 我们着眼于当下 但是更不能忘记历史 正好这几天 我们开着比亚迪的Song Pro DMI 这款非常优秀的中国车 在威海自驾游 威海除了有非常漂亮的海滩 而且它还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文和历史 今天我们就去到一个很有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去看一看那里的遗迹和历史 同时也是接受一些爱国主义的教育 走起 这两年因为疫情 大家可能也都憋坏了 你看这排队的人流 我估计三五千人是有的 但是今天的天气真的有点太热了 小心中暑 那我们现在呢就离开了码头去往刘宫岛风景区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刘宫岛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着深刻历史记忆的 一百多年前清政府的北洋海军和日本联合舰队 在刘宫岛和黄海的大东沟进行了决战 那最终的结局呢 大家都知道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邓氏昌 低辱昌等将领还训国 那从此呢 清政府走上了极贫极弱的道路 任人宰割 那日本呢 则一跃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强国 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是改变了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国运之战 那我们今天呢就到刘宫岛上 赞扬一下北洋海军的遗迹 来接受一下当年的血与火的洗礼 我们上岛的第一站呢 来到了甲午战争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是目前你在国内能看到的 关于一百多年前那场战争 最生动最详细的收藏和描述 我们进去观养一下 在中国近代史上 刘宫岛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标性名词 这座距离威海市仅2.1海里的岛屿 因外星酷似一艘战舰 有着不成战舰的名号 1888年 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 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就在这里诞生 但短短七年后 一场悲壮的中日甲午海战 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而屈辱告终 可以说刘宫岛记载着中华民族百余年前的悲壮 耻辱 记载着中国人所谓家园向死而归的情怀 不过这场惨痛的失败也唤醒了中华民族 纯粹的巨龙自此苏醒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记 虽然硝烟散去 海浪依旧 但刘宫岛就是一座最好的井中 仅请每一个中国人要以事为鉴 居烟思危 看下一个细节 你像墙的那个福三号学洋舰 比瑞号学洋舰 还有千代田号 当时可以说是在亚洲耀武扬灰 没有人敢动他们 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的末期盟军 把它击沉在了太平洋 可以说是恶有恶报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中国海军的辽宁舰 它是咱们的第一艘航母 因为它那个起飞是一个滑跃的 对不对 它往前面滑一下才能起飞 但是咱们现在已经有了第三艘 第三艘就可以做到 就是不用这么滑了 就是很先进的一个叫福建舰 航母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很厉害了 现在它不用 对呀很大呀 就是它可以让飞机在上面起飞 降落 知道吗 你看它可以跑到 跑到全世界任何的地方 就是如果有人来打我们的话 它可以就把飞机起飞 然后去放下导弹去打坏人 爸爸是多这么大 但是要是放大 有什么放大 放大呀 放大应该是比这大好多好多倍 它有那个好几百米长 对 滑行起飞的 对 从博物馆出来 我们在路边发现了一艘定远舰的复制品 这种舰可以说是当时亚洲第一铁甲巨舰 那也是清政府出巨资 从德国采购的 它一共有四门主炮 左舰和右舰有两门双连发的305毫米巨炮 在它的舰首和舰尾呢 有150毫米的主炮 而且它还有鱼雷发射 同时呢 它的装甲厚度也是足够的 但即便是拥有如此先进强大的军舰啊 最后建国海战我们还是失败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清政府的腐败 无能昏庸 游览完了旅宫岛啊 真的有点感慨万千 岛还是当年的岛 但是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了 当年的清政府腐败 无能任人宰割 但是我们当今的中国强大团结 可以说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敢于小事侵蚀我们中国 而且我们有强大的军队 我们有强大的海军 有航空母舰 有非常先进的舰载机 有非常先进的055万吨的大区 潜艇啊导弹 可以说我们的军队从潜蓝走向了深蓝 而且在暴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就像我们的中国汽车品牌一样 30年前中国汽车品牌可以说是零基础 零起步 完全是进口车和合自车的天下 但是30年后的今天 中国不仅有着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而且还有着越来越先进的中国汽车品牌 就像我们今天驾驶的这台 比亚迪Song Pro DMI 其实汽车缺了最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今天开的这台比亚迪Song Pro DMI 比亚迪Song车型在前些年刚诞生的时候 它的知名度它的销量都不如今天的影响力大 但是你看今天的比亚迪Song Pro DMI和Song Plus车型 它们凭借着新能源架构 让消费者以合自品牌小型SEV的价格 就能够享受到一台新能源的紧测性SEV 这个放眼全球都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同时这台车它的设计也不错 你看它的外观完全的摒弃了早期自主品牌那种廉价 和那种非常不入流的设计感 最新的Dragon Face充满了力量 充满了这种时尚 非常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审美 而且它的空间也比较大 这个空间完全是媲美本店CRV和风天Rubboard 一家四五口人出行完全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的科技配置和豪华配置也不错 你看它有L2级的自动驾驶辅助 它有可旋转的大派的内置了比亚迪最新的车链网系统 可以OTA升级 输入性方面脱领的大天窗 作业具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等等 可能如果说我要裂配着的话 可能还要再说个三五分钟 所以这台车它真的做到了说出圈 那么不管说你懂不懂汽车 如果说你想买一个新的VCV 你首先会想到比亚迪送 那么这台车它可有可电 最大这个充电续航达到了110公里 如果说你家里充电条件方便的话 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台纯电动车来开 满油满电状态下 它有着超过1000公里的综合续航 所以说你跑长途 也没有说像电动车那样的里程焦虑 所以这台车它的用车感受会很好 同时像我们这两天在威凯市区开 这个上下坡比较多 山路比较多 它整个动力总成爆发性特别好 而且平身度非常的高 完全没有那个合资品牌 一些插混车型发动机介入 瞬间的这种震动和噪音 所以比亚迪它这个插混的动力总成的成熟度 和完成度都是相当高的 所以总体来说 你会发现比亚迪它这个设计和功力 完全是超越了现在的合资品牌 真正做到了给消费者福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